对 因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完了以后 加里宁格勒就化归苏联 那现在由俄罗斯继承 史达林当初坚持要加里宁格勒是有原因的 如果我们化一条线 加里宁格勒到周边几个国家的首都 我们可以看到它的距离是这样 那按照这个距离 从加里宁格勒发射的弹道导弹 到落到柏林或落到华沙 落到维尔纽斯的时间 你的防空警报还没响完 核弹就凌落了 它是没有办法预防 也就是说真正发生核战的时候 整个欧洲是没有一个地方的首都 是会幸免的 所以昨天俄罗斯的 应该是类似像我们的国会 就是它的拉达里面就有 有议员出来讲说 如果真的到发生核战争的情况 最坏最坏发生核战争的情况 俄罗斯可以在半个小时之内 毁掉一整个欧洲 所有欧洲的首都就在半个小时之内 就完全被炸毁 为什么 因为它不需要从俄罗斯打 它从这边就可以发射了 因为加里林格的是有部署核弹头 大家都知道 俄罗斯会说没有 但其实加里林格的就有 就跟我们都知道 柏林附近的美国空军基地 有核弹头一样 其实大家都知道 那就是说 我们当然不希望战争能够走到 真的走到那一步 但以欧洲来说 就是在很早很早以前 史达林它就已经把这个东西 放在那个地方 这是它克制欧洲最后的一个方法 因为大家都知道 欧洲到最后一定是 很难有一个政治上面的平衡跟稳定 那你不管欧洲再怎么动荡 你只要有一个加里林格勒在 最起码它给你画出一条红线 对但现在 现在我们听到的很多的呼声是 华沙也想要加里林格勒回来 立陶宛也想要加里林格勒回来 那问题是加里林格勒是不可能会还给 就是你这两个国家是根本不可能 那你唯一的方式就是把加里林格勒打掉 所以加里林格勒这两天 他们都在做核战演习 已经在做预备了 就万一核战打起来 这边的俄罗斯的守军也知道 他们一定是第一个目标 因为从西线过来的军队会直接进来 从立陶宛的军队会直接进来 它是一个被包围的 那它旁边是波罗的 它没有地方可以走 那它唯一能够做的就是 在它被攻占之前把该打的飞弹打出去 就是它被攻占的话 它的这个最终的防守的方法就是 对 就是看俄罗斯要不要 要不要 如果俄罗斯不发动攻势的话 那加里林格勒其实很难打 那这本来就是一个很不好守的地方 它放在那边就只有一个用意 就是用来威胁欧洲 那一旦俄罗斯跟欧洲翻脸的话 那加里林格勒的角色就会变得很尴尬 它最大的作用是发射核弹 那你如果不发射核弹 加里林格勒一定会被 被欧洲的国家 撵过去 所以我们就可以看说 当到那个时候 欧洲还有多少城市还会存在都是一个问题 所以我们当然希望说 在战争逐步升级 逐步升级之前 尽量不要走到内部 可是我们就觉得 我们从理性上面觉得 他们欧洲应该不会去做这样子 那他们还是做 就很奇怪 只是我们必须要先有一个概念就是 俄罗斯要打欧洲是不一定需要从 从东边拿 它在加里林格勒就有基地了 过刚才老师也说 就是说大家 虽然俄罗斯说没有 但是其实大家都认为 加里林格勒有核弹的基地 那虽然这一个北约 这个美国说没有 大家也认为柏林是有核弹基地的 所以这整个未来的核战会以欧洲为一个风险最高的区域发生 我觉得如果现在来看 就是现在我们来算 就是核战争的指数从1分到10分这样 我觉得现在欧洲应该有5分了吧 对 但它并不是说因为这整个局势真的这么糟糕 或者人类真的这么不理智 而是因为有时候我们在做决策的时候 是会采用谁是胆小鬼的策略 就是你出100块我就出200块 你出200块我出300块 然后我们来看谁先破产 类似像这样子 但是这样子玩其实你在很多的 就是你在传统对抗上面 你可以用这种策略 但是你在核对抗 其实是不能用谁是胆小鬼 我们在上一次看到 用谁是胆小鬼的策略 是在古巴导弹危机的时候 本来美国军方跟俄罗斯玩的 就是谁是胆小鬼 但是这个过程后来被打断了 甘乃迪后来是透过私人的关系 直接跟俄罗斯驻美国大使联系 才把这个谁是胆小鬼的过程切断 因为你如果在谁是胆小鬼下去 没有人知道下一个会不会真的就是核弹 所以在核威慑的这个场域里面 是不能玩谁是胆小鬼的策略 你可以在一般的金融上面贸易上面 或传统军事战略上面去用谁是胆小鬼 但是你不能把谁是胆小鬼的策略 用在核威慑上 因为我们对人性其实并没有那么多的信心 而且大家都会差异 那你在柏林游 我在加里宁格乐游 那最好的方式就是我们大家都不用 就当做装饰品 但是你不能说 你没关系你有我有比你更多 那你就会逼对方去do something 去balance回来 那这个就会造成整个局势越来越激化 就很像现在很多欧洲人就会 因为普丁已经摆明了 当你攻击到他的领土的时候 他就会用核弹反击 那欧洲人就说 没关系你反击我们也有 那你反击你还不一定会赢 所以有很多 就你在政治上面你会有很多 其实他讲这些话并不是说他真的相信这样 而是他为了政治目的 他可能为了巩固选民 但他讲出来的话 对方不一定就是这样 他会认真听他把它当成是真的 就很像波兰 波兰觉得 卢布林旁边的这一块 是那个乌克兰的两个州 他可能传统上面就是波兰的 那你也可以把它当成是政治人物的话 那你有些乌克兰人或有些俄罗斯人 他听了他就觉得 你是真的有这样的企图 对 那对整个局势的稳定都没有帮助 但我们看到 为什么这些政治人物 他们现在会一个比一个 就是 喊的加码的会更大 因为难民的问题 造成很多国内的问题 再加上通膨 所以他其实国内的政治压力也很大 那他变成说 他必须要比赛谁更 更抗 比谁更 更反恶 对谁更反恶 对 那所以以前的鸽子 现在每次都变老鸽 所以现在欧洲没鸽派 应该这样说 就是说 假使你在欧洲 现在是持对俄罗斯 比较理性的态度 你可能就会被 你可能被你的政党开除 党籍 甚至 为什么波兰 为什么 德国的总统 没有办法去基辅 就因为以前德国的总统 是比较 对俄罗斯 是比较理性 理性而已 还不是友善 是比较理性 这件事情就不让他去了 现在俄罗斯是这样的情况 但我们为什么会回到 2010年的阿拉伯之村 当然难民的问题 也会推动各个国家 在内政上面的计划 也是其中一 但我们不能说它是主因 但有很多东西 你把它脉络牵进来 我们也可以看到 这次欧洲援助 乌克兰的方式 就跟当初 欧洲援助阿拉伯之村 这些叛军的方式 也是送军火 送物资 送钱 但欧洲得到难民 那这次也是 这是对乌克兰 也是送钱送物资 那欧洲还是得到难民 所以你看一下 它相同的方式 但得到的结果都是一样 这对我们来说 是不过可的 可是欧洲 他们还是要这样子去做 所以这个事没有办法解 为什么 因为整个地缘政治的平衡 已经被打破